很多人都会出现类似的状况,比如说第一次去一个地方,会发现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觉,并且在脑海中有着类似的记忆,或者在茫茫人海中看到一个人,感觉跟他在曾经有过交往,会有相见恨来的潜意识。 但是,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说,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时常都有发现,夹囊这些很有可能是跟上世纪科学家提出的平行宇宙观点类似,因为在宇宙中就是被无限分割的时空区域,并且在这时空探索的过程中,有着很多维度的叠加,之前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因斯坦的相对论中,就有相关的记载出现,因为宇宙中有着很多不同天体存在。 而天体之间的引力的相互作用,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说,让宇宙被内部拉伸,那么我们人类所处的时空,只是其中一个空间组合,但是在这背后还有很多不同时间空间组成的区域,这就让宇宙中会可能出现类似更新轮回的规律。 其实在世界上,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,都有内部依靠运转的规律,有生命的诞生,就有对应的雕王,水马则易,月银则亏,这些都是事物发展的解律。 没有绝对的局势,就跟6500万年前,在地球上出现的人恐龙一样,瞬间就告别了地球,结束了恐龙时代。 那么在宇宙中也是类似,在这个空间时间组合体现出现过的事情,很有可能在之后会在另外的时空出现,这些就可能让我们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或者还有一种更加夸张的时间空间存在宝则,在遥远的宇宙区域,很有可能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在那生活着,但是跟你所处的时空,根本不会有交叠的一天。 如同静命一样,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,而这些就跟古时候哲学家的宫典一样,又是轮回交替的思想。 所以这就让他大因斯坦在生前所写的著作中,有这样一段话,科学的尽头能够用哲学家的观点去解释,因为按照哲学在地球上的发展里程中和来看,能够找到很多观点跟科学完全吻合, 而这个也让时空的维度区分上有着类似轮回交替的说法。 那么要是在未来的某一天,我们人类的科技能够去改变宇宙中的时间,空间对应的不同维度,必然可以让我们在宇宙中穿越,并且成为高级文明。 进一步在宇宙扩大人类的势力范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